佛教起源于古印度,但是在印度已经消失了。 然而,几千年来,佛教却传播到了世界各地。 佛教的传播主要有两个方向,北上和南下。 北上的佛教经过中亚,传入中国、蒙古、越南、朝鲜和日本,形成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。 南下的佛教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——南传佛教。 南传佛教,又称上座部佛教或巴黎佛教,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的云南省。 南传佛教最接近原始佛教。 它坚持遵循释迦牟尼佛的原始教法,不加任何变更或创新。 它的修行目标是成为阿罗汉,即断出一切烦恼,解脱生死轮回,得到涅槃的境界。 不同于大乘佛教追求个人成佛,它主要追求自度。 因此,大乘佛教称其为小乘佛教。 南传佛教很排斥这个称呼,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统。 在1950年的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上,各国代表一致同意,称南传佛教为上座部佛教。 南传佛教的经典是《巴黎三藏》。 这套经文已经流传了两三千年了,并且没有增加过一个字,也没有减少过一个字。 它非常接近当时的语言。 经文用巴黎语记录了佛陀和弟子们的言行。 巴黎语是一种古印度语言,与佛陀所说的摩羯陀语很接近。 南传佛教认为巴黎语是最能保留佛法原貌的语言,因此一直沿用至今。 公元前三世纪,在印度阿狱王时期,印度佛教因为对教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分裂,僧团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,开始了布派佛教时期。 其中上座部的一支,叫分别说布,在阿狱王的知识下传入了僧切罗国,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。 阿狱王派儿子摩神托出使僧切罗国,并建立了僧团。 后来他的女儿僧加密多也到了僧切罗国,并成立了比丘尼僧团。 他还带去了佛陀成道士所在的菩提树的分支,并种在大寺中。 这就是斯里兰卡佛教的起源。 从那以后,他们在僧切罗国建立了第一个南传佛教中心,并开始了对当地人民的布教工作。 南传佛教从斯里兰卡出发,逐步扩展到东南亚各国。 十一世纪,缅甸的阿努罗陀王朝信奉南传佛教,并在全国推行。 十二世纪,僧切罗的僧人把南传佛教带到了仙罗,也就是今天的泰国。 十四世纪中期,老沃的法昂国王娶了柬埔寨吴歌王朝的公主,并接受了南传佛教。 从那时起,南传佛教在湄公河流与广为传播。 在中国,可以追溯到约七世纪中叶,南传上座部佛教由缅甸传入云南地区。 最初,佛教经典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。 约在十一世纪前后,由泰润文所写的经文经由缅甸传入西双巴纳地区, 随后在南宋景研二年开始使用歹文进行课写备业经文。 至今,云南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以歹族地区为代表, 可以分为润、歹庄、多列和佐治四个派别。 这些派别在宗教实践和经典传承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, 但都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范畴。 南传佛教非常注重禅修,这是一种通过静坐冥想的修行方法。 他们认为禅修是直接且有效地了解自己和真理的途径, 也是实现解脱和觉悟的必要条件。 在南传佛教中,存在多种禅修方法, 例如,佛随念、慈心观、不敬观、死随念。 佛随念就是念佛,随时随地念佛。 慈心观是以慈为禅修对象。 不敬观是通过观察身体来消除贪爱和欲望, 以及对身体的执着。 死随念是指培养,死随时可能发生的敏锐感觉。 它们适用于不同的个体和修行阶段。 无论是僧人还是信徒,都会定期进行禅修, 以提升智慧和培养慈悲心。 这种修行的目的是寻求内在的平静与觉知, 并在修行者的成长道路上起到重要作用。 这些禅修方法和戒规都是南传佛教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它们帮助修行者培养内在的觉知、慈悲和纯净, 促进心灵的成长和觉醒。 此外,南传佛教认为经典是佛法的权威和标准, 因为经典记录了佛陀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和教诲。 这些经典被视为佛陀所传授的教法的真实表达, 具有指导修行和实现解脱的重要性。 经典是学习和研究佛法的主要资料, 对于理解佛法的原始含义和正确应用修行方法起着关键作用。 经典朗诵方式是南传佛教特有的一种传统实践, 被称为巴黎背诵。 它是用一种优美而庄严的旋律来诵读经文。 总之,南传佛教以其原始、纯净和实践的特点, 提供了一条通向内在觉知、解脱和智慧的修行之路。 通过禅修、戒律和经典的实践, 南传佛教帮助修行者发展慈悲心、提升智慧, 以实现个人的内心平静和修行道路的顺利前行。 感谢观看这期的视频, 希望你对南传佛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 有任何关于南传佛教或其他佛教话题的问题或建议, 请在评论区留言。